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iPhone XS 哪里找哦 我没有算演员演技的意思啊 今晚首播有惊喜 Miko演的杨小文和Lion演的郑宇的 年纪轻轻演技满自然的呗 我真的可以独面一光哦 是独当一面 第一集的剧情在最后有悬念 我猜第二集将会出现 逼疯本来源班底的戏码 重要有iPhone XS soon 大家只需要e-scan 或者去www.trend.com的买 收看本来只想暗恋你2 就有机会赢新的iPhone手机了 真的是一得两得 诶不是不是 是一举两得 都是小文嗨的啦 那记得 注意看呢 讲到一举两得 昨天的ASRO华裔小姐冠军 Joanne就跟我们诠释了 为什么一举两得简直不值的一题 人家是一举四得 横扫完美体态女神 最上进女神 人气女神 和冠军四个大奖 拿到四万五千块现金 和一辆SUV新车咧 其他媒姐完全站一边凉凉去 话说 ASRO国际华裔小姐 2014年也出过四辆冠军 Angel 2016年的Sereen 则是三料冠军 话说回来 能进决赛 能在比赛的过程中提升自己 能走到最后都不输给自己 每个台上的媒姐 都是自己的冠军 真正的比赛 在下台之后才开始呢 就像演唱嘉宾 李文森用新歌 送给媒姐们的祝福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